男人马路上捡到一个妹子 没想到竟是一个绝世美人 为了让妹子睡得舒服一些 小伙把他倾靠在一块岩石上 妹子醒来之后 不仅发现自己被救了 还看见拥有八块腹肌的美男 妹子对大壮非常满意 为了报答大壮的救命之恩 妹子决定以身相许 但毕竟是第一次见面 大壮只是对他笑而不语 妹子以为是自己不够美 于是在大壮面前挺了挺前胸 好让大壮尽快发现他的特别之处 没想到大壮还是不领情 竟然只顾着自己的烤肉是否烧焦 为了缓和尴尬的气氛 妹子谎称自己肚子饿 想要尝一尝大壮做的烤肉 妹子轻咬一口后 大壮嫌弃他吃得不够优雅 直接一大口咬到妹子吃过的地方 没想到妹子这下不乐意了 声称自己出吻没了 硬要大壮对他负责任 大壮此时也摸不着妹子的想法 只能暂时答应妹子的要求 并且保证以后会对妹子好的 为了展现男人风度 大壮亲自送妹子回家 来到城镇后 大壮发现妹子身份竟然是一位公主 公主带大壮见到国王后 国王却瞧不起他这个穷小子 认为自己的女儿如此高贵 应该要嫁给更高贵的王子 劝说大壮赶紧离开公主 但大壮根本不给国王面子 为了展现自己的能力 大壮旁边拿到一根武器 双手只是轻轻一掰 长枪瞬间就变成了废铁 一旁的王子根本不相信 于是自己上去尝试掰回来 可是任由他怎么使劲 都没有掰动长枪分毫 大壮优秀的表现 让国王另眼相看 于是暂时同意他与公主在一起 离开国王后 大壮质问公主为什么欺骗他 但公主表示没有欺骗大壮 自己一直都没有说过自己不是公主 隔天王子为了找回面子 亲自邀请大壮与他鄙视弓箭 大壮不好拒绝只能同意 王子以为他是山野村夫 根本不懂得射箭 这一场比赛自己稳操胜券 200米开外的地方 王子轻而易举射到靶子 但大壮却开启了嘲讽技能 认为王子的操作简直小而磕 于是他只是稍微指挥一下一名士兵 没想到士兵200米开外还射中了靶心 这可把王子气坏了 为再次找回场子 他决定利用自己特长与大壮比试 只见王子扔出一块铁饼 竟然飞出了500米开外 但大壮丝毫不慌张 他只是略微出手 铁饼就飞出了九霄云外 显然这一场比试大壮完败王子 而大壮的表现 全部被公主看在眼里 那之后的日子里 小两口日子都是没羞没骚得过 这天逛街的时候 公主看见了几个被狮子咬死的子民 一瞬间被吓得惊慌失措 为了在公主面前表现自己 大壮主动请鹰徒手搏杀狮子 她是希腊最美的公主 追求者直接从希腊排到了法国 但她却独爱大壮一人 而大壮也不是一般人类 她不仅能徒手拔树 还能徒手搏异熊狮 这天她正要去为宁除害时 却被王子拦住 王子为了展现自己的雄风 竟然提出自己一人去解决熊狮 不顾大壮的阻挠 王子直接冲了上去 可是没撑过三秒钟 就被熊狮咬得片体鳞伤 好在大壮及时出手 才让王子缓了一口气 大壮力大无穷 只是轻轻抱住熊狮一会 熊狮就彻底没有了呼吸 而倒霉的王子 由于伤势过于严重 才刚刚抬回王宫就卸菜了 失去爱子后 国王痛不欲生 还把责任归咎大壮身上 很快大壮就被赶出了王宫 而公主刚刚失去哥哥 对大壮还是有一些埋怨的 于是也没有阻挠父亲的决定 就这样大壮被赶了出来 无家可归的大壮走到一处缓坡 却意外遇见一头野牛 这头野牛异常凶悍 看见大壮后 就仿佛看见了猎物一样 顶着锋利的双脚朝着大壮冲过去 但大壮哪是一头野牛能对付的 大壮一怒之下 直接把野牛给撕成了两截 这时他发现前方有一个洞穴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大壮来到洞穴内部 并他意外的是 里面居然居住了两个人类 看衣着品相就不是一般老百姓 老人看见大壮后 莫名有一股亲切感 于是把自己的真实身份告知了大壮 原来老头才是这个国家的国王 因为弟弟的贪婪 私下里不仅暗害了自己 还夺走了属于他的王位 好在上天对他不驳 被推下悬崖那一刻 幸运的和儿子被河水冲刷到了这里 听完老国王的遭遇后 大壮深感同情 结合当前国家的现状 大壮同意帮助老国王的儿子夺回王位 但想要夺回王位 就必须找到金羊毛 因为里面藏有先王的遗诏 有了遗诏后 真王子才有资格夺回王位 在老国王的安排下 大壮很快就召集了20个猛男 并陪他踏上了寻找金羊毛的路程 经历千难万险后 他们来到了一座轰岛 但却因为食物分配问题 发生了矛盾 为了解决矛盾 他们分成了两梯人上岛 六个猛男意外闯入女儿岛 不料却被女王带兵包围 猛男们丝毫不感觉到害怕 因为他们觉得自己能够应付 女王见他们不肯投降 直接一箭射过去命中标枪 猛男才意识到这些女人有点东西 于是只能乖乖放下武器投降 但女人们对六个猛男并没有意 只是把他们押回了洞府而已 回去的路上王子发现了一块墓地 奇怪的是墓碑上全是男人的名字 但六个猛男并没有在意 来到女儿国后 妹子们非常高兴 对着猛男们指指点点 好像在说我要这个我要那个的 然而优先选择权却在女王 女王看了一眼众人 直言把王子小帅送到他寝宫 至于旁边的两个老头 就可以放他们回去了 这下两个老头不答应了 好不容易来一趟女儿国 不想说一番怎么好意思回去 于是小帅赶紧上前解释 两个老头都是他的得力干将 别看他们七十多岁 其实硬力非常强 丝毫不弱于三十岁的小伙 女王看见小帅亲自求情 也不好多说什么 于是同意留下两个老头 小帅被安排到寝宫后 其他妹子们就开始争强猛男 在女儿国这段时间里 他们生活简直乐无边 不仅每天能在河边嬉嬉 每人每天还有二十颗葡萄享受生活 七十岁的老头在这里 仿佛还找到了十八岁的感觉 夜晚的时候 女王还为他们准备了性感舞蹈 猛男们在这里简直快活极了 就连来这里的目的都完了 每久在守家人在旁 简直献杀了全天下的男人 不会还没有结束 女王再次找到小帅 那一晚简直快乐的不要不要的 但女王隔天醒来 却发现不仅小帅跑了 就连猛男们一个都没有留下 而另一边 喝醉的猛男们 已经被大壮派人扛到了船上 因为大壮始终没有忘记使命 他趁着女儿国没人把守之际 趁机偷偷把王子等人偷运了出来 很快女王就追了上来 但大壮的船已经开了一段距离 女儿国的妹子们非常不舍得他们 还在岸上发出销魂的声音让他们回去 六个猛男非常想要回去 但依依被大壮威胁留下 因为大壮知道 一旦他们回去可能活不过一年 因为岛上的男人墓碑就是证据 为了王子能够夺回王位 大壮只好强行留下他们 很快众人来到一座孤岛 王子上前一眼就认出 那就是父亲所说的金羊毛 拿到金羊毛后 没想到却惊醒了守护怪物 经过一天一夜的大战 他们终于摆脱了怪兽 本想拿着金羊毛上的遗诏夺回王位 却不料打开箱子的一瞬 金羊毛不翼而飞 大壮知道一定是出了内奸 而另一边的王宫内 金羊毛却出现在国王手中 为了王位不被抢走 国王打算烧毁金羊毛 就在这时 大壮一伙突然来到王宫 并质问国王金羊毛去向 国王当然不承认 还当场下令捉拿大壮 不料大壮一伙实在太猛了 士兵根本招架不住 没有办法国王只能率先逃跑 国王为了保住自己的血脉 他提前来到王宫 直接一把火烧掉先王遗诏 接着服毒自尽 并交代公主一定要嫁给大壮 国王死后公主就继承了王位 并和大壮过上没羞没臊的生活 而小帅等六个猛男 因为迷恋上了女儿岛的生活 所以他决定不再争夺王位 而是返回女儿岛去过 没羞没臊的生活